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学习这本书 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本每个穆斯林都应当学习的重要课程 它的题目是这样的题目 就像这本书的书名一样非常重要的课程 穆斯林应当学的重要课程 它非常重要 这本书的课程 是一个学者或许无需学这样的基础知识的课程 所以我们说 因为这本书没有可能给他们的课程 所以我们必须给他们的课程 所以我们必须给他们的课程 有自大或者自傲的这种想法 即使是最基础的课程 我们应当反复的思考和钻研 所以我们学这本书 当然这本书的名字叫 穆斯林大众应当学的重要课程 这本书的书名 就如同这本书的书名一样 它非常重要 我们应当仔细认真的学习 这本书都包含了什么呢 首先这本书的内容 首先讲到了穆斯林的最基础的知识 最基础的知识 刚才讲了最基础的知识 就是我们应当学习古兰经 第二步我们应当学习 关于拜主独一 也就是我们的讨历 我们学习了讨历的拜主独一 以及违背讨历的 违背拜主独一的行为之后 第三步我们应当学习礼拜 也就是我们的拜功 我们的拜功包含了 我们如何做大小径 如何礼拜的这些过程 礼拜的过程 以及我们如何做土镜 等等 以及对于亡人 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亡人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 也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说礼的四番拜功 以及怎样喜亡人 以及怎样埋亡人 等等 这些伊斯兰的规定 我们都在这本书当中会提及到 最后还要讲述 关于我们穆斯林的品格和礼节 像这样的一本书 它适合各个城市的穆斯林来学习 也适合世界各地的穆斯林 不同语言的穆斯林来学习 它包含了重要的伊斯兰的基础知识 我们将在这一节课当中学到以下内容 就是穆斯林应当 必须应当学的伊斯兰的基础知识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本书 因为它非常重要 以及这本书所包含的内容 以及包含的具体的六项内容 我们在这一节课当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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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赞提醒 众世纪的阿拉 愿阿拉赐福安于最尊贵的先知和使者 我们的先知 穆罕默德及其家眷 以其他的追随者 这一节课当中学习 会自你们